观众我们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这节 跟我们一起讨论 国际及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 第一位是一级政治学博士 郭正亮 亮哥 大家好 平安 知识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海军舰长 吕李施晓舰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来看看美中台三方的关系 台海在两天的 中国大陆的军演告一段落之后 美方的态度是什么呢 让赖清德总统 是先用一种说法 美国的媒体路透社来报道了 报道什么 赖清德特别讲 非常期待跟中国 透过交流合作 增进彼此的了解 理解 谅解 和解 创造 互利 互惠 迈向和平 共融 这样的一段谈话 美方的媒体报道是特别说 是台湾总统赖清德 再次表达善意 而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 在祝贺赖清德总统当选的时候 这个贺电上只提台湾 美国智库表示 这个代表反应很有深意 有技巧的在保持美台之间 长久以来的战略模糊关系 甚至在中方 结束了军演的一天之后 才由国务院加以谴责 也没有做军事反应 这种留白叫做为美国背后考量 留下充分想象空间吗 当然从旧纸演说 都有很深的浮躁痕迹 美方的所谓的想象空间 生意是什么 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但解放军的影片继续秀肌肉 昨天当然有一则是 共军东部战区释出的 有歼20逆终战机影片 我们先释出了说被锁定的画面 结果立刻隔天我们也秀出了 空军F-16战机用狙击手 锁定共机的 殲16封6战机的画面 当然互相都有各种的 这个是中方所释出的讯息 说是殲20战机直接秀它的战力 当然就是表示互相的回应 那秀肌肉就这个概念 大陆方面的军事博主说 这次F-16能够锁定 跟踪到平时跟踪中 平常的共军的时候 宫中半飞一样 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叫做自欺欺人吗 实战下没有机会这么做吗 当然大家都要表现自己的 实际的战力有多么的强 但是一直在秀的各种军事里面 我们包括看到这个画面是 东部战区再发的新影片 他们有在客戏 以战阴及长空大鹏似苍穹 腾龙破巨浪胡椒气如虹 这个名声都很震撼的样子 军气十足 展现他们的陆军 还有空军的气势 还有同时东部战区 还有新影片 陆舰同荒一起抵近 对于台湾937舰 警示在中国海巡附近 海域的巡逻 他说台舰无权干涉 又一段画面我们来看看 中国台湾937舰 这里是中国管山海域 国在执行战飞机出任 以无权干涉 在我舰 我舰大概三海域的位置 就是台中央跑巡螺铁 他正合我舰 人像航性 在我的右后方 大约目视频里 0.6还是我 是中国台湾的正合舰 演习暂时结束 双方就不断的释放影片 秀肌肉 但是没有打实弹 这件事情引起了讨论 上一次在裴洛西访台的时候 特别实弹的演习 成为外界国际上 关注的焦点 这次没有 但大陆的名嘴说 其实不重要 因为用不用刀 枪不是太重要 最重要的是 要把禁为锁 这三个策略给锁住 只要钳制了台湾周边 团横为主 就可以说 把血管全部掐断 这是这次演习的重点吗 那再次在历见环台军演的同时 有一艘中国大陆的联合企锐号 在东海沉没的消息 到底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个消息是 中国海事局发布的 在东海这附近沉没 它是一艘拖替船 为什么会突然沉船了呢 有误极靶船 还是有故障等等的 目前还不知道原因 不过在美军的部分 则是说要备战吗 在美飞小岛演习 距台湾一箭之遥这个地方 菲律宾战队 在巴丹群岛跟伊拜亚岛 继续演习三天 对象是谁 当然是针对中国大陆 而来 模拟从小岛要攻击中国舰队 收集情报的状况 甚至在外媒里面也有所谓 美国军队隶属海军陆战队 第三师的滨海作战团 目标也是中国清台出席 要出兵 来为美军争取持援的时间 2500人会携带飞弹 雷达 感测装置 分布在各岛屿海岸线上 让解放军难以巡获 然后来保卫台海 真的吗 但是释放这些讯息 都有其各自的盘算 其中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有些新官上任的消息 这个是呛声丸 被称为一个封号 中国呛瞎王 女战狼华春莹 经过了11年非常长的资历 担任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 历任最久 现在热搜第一 她54岁的身份 出任了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升官了 所以显然在过去一贯以来 不管对新疆议题 新冠肺炎议题等等 都是很猛烈的各种金句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华为唯一的错就是 他是中国的 奉陪到底这些 战狼的风格现在是 显然在外交上 也是中国大陆的主轴吗 亮哥来看看赖清德总统 虽然喊出来说 希望和平共荣 就好像就职大典礼上面 所讲的话一样 讲了这段话 但实际上他的作为 算是要争取良安和平 不知道你现在 怎么讲都讲台湾与中国 我们台湾希望跟中国 可以多交流 多了解 这样他会理你吗 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赖清德到现在还没回来 他的舅舅眼说 5300字没有提到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个跟陈水扁 蔡英文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讲白了 你还没回到蔡英文路线 怎么跟你沟通 那如果跟你回应 那岂不是就是台湾中国 人家怎么跟你回应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都只有自己的观点 那你没有办法做外交 也没有办法做两岸 你怎么可能都只讲你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中日韩在高峰会 如果你都只讲自己国家的观点 那要交通什么 对不对 我倒是觉得 事实上今天那个Macau 他去总统府 我觉得他的基调 就代表美国了 他用特别讲我爱台湾 对 他是外交委员会主席 跟小美琴还有吴钊燮都是很熟的 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 这个支持台湾老百姓 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纷扰 两岸的矛盾 我觉得他今天的表态 应该就是美国的立场 可是这种表态 对已经进入军事化阶段 是没有用的 所以现在给我的感觉 就是还在做文宣 比如说国防部 你刚刚释放了 就是说F-16V 用他那个 直接去照 这个轰6跟那个F-16 那个歼16 不是轰6K 轰6 轰6战机跟歼16 你下面写轰6K 轰6K你看得到吗 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今天在秀肌肉 秀出歼20 因为他就说 你要来比是不是 那我歼20跟轰6K 都是隐形的 你看得到吗 所以你现在是在秀说 我看到你了 那个歼16被我看到了 轰6被我看到了 顾力雄就是做事比较明快 他就直接公布了 实际上国防部还做了一个新闻 说顾力雄果然是 毕竟是立委出身的 所以公开新闻 媒体战 媒体战比过去的都要明快 问题是你公布这个对你的 好处是什么 反自由什么好处 现在已经是 人家直接出军事手段了 你现在在做这种文宣有什么用 譬如说他还另外公布一个 就是用那个PC 那个反潜机的 拍到了一个军舰 就公布这个 公布这个能干嘛 我如果接下来 人家从围困转向封锁 那你怎么办 我觉得你要让人家觉得你有准备 塔白省这个时候经济部 也是要有准备的 因为他封锁的 如果是缩小包围圈 就这一次的演习来看 最可能的就是 就是高雄 包括永安除气潮 还有高雄港 所谓的临船登检 大概就是这个领域 他也不可能全台湾都来了 可是如果发生局部的封锁 你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恐怕 因为立法院 还没有问到他们上台 我是觉得 立法院应该要问这类的问题 就是领国防部有准备吗 只是证明你可以拍到 你要怎样 你为什么不直接展现你的力量 比如说要不要火控雷台要不要打开等等 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 就你要至少要说服懂军事的人 你不要多用一些官宣来跟老百姓讲 事实上那些在军事上他的实质意义不大 我觉得恐怕是要讲更多有军事意义的动作 冰哥刚刚亮哥特别提到说 这是赖信德总统就任之后 第一个接待的访问团是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们 他就说张显他赞扬他在主权的这方面的谈话 我老实说就是美方现在操弄出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请问一下到底怎么收尾 赖信德显然讲得很爽 他以为说今天我弄出这个四解 什么理解和解谅解 你第一句话就叫我们希望跟中国 那对方就结束 就不用谈就叫无解 什么解都不用就直接无解 那赖信德会不知道吗 我觉得他知道他故意的 他只是想要做一件事就是 我有表达善意是你不理我 那请问一下这有助于两岸之间降温吗 我认为完全没有帮助 然后美国智库居然会认为说 布林肯在那边写台湾总统 这样是美方有深意 什么深意 要让两岸打起来的深意吗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深意 他说什么 长久以来战略模糊 这不叫战略模糊 这叫战略清晰 战略超级清晰 这个智库的解读 我觉得超级奇怪 不知道怎么解读 好特别 所以我觉得 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想象空间 现在就变成 你美国是一力要鼓励台湾走向台独吗 大白话了 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那就明讲 对啊 就让台湾 台湾很多人也支持独立 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 但你美国真的敢这样讲吗 我是怕到最后 赖兴德被人家鼓道往前冲 就跟沈柏洋一样 冲了之后被人家拎下去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要怕的是我们大家一起被人下去 因为现在美国布林肯就在扮演王定宇那个角色 才能我们背过去 然后过去就被人家拎下去 就是这样 那我们台湾要被人家拎下去吗 我觉得公布这些影片 我请教一下 今天我们F16电站夹舱很厉害 没错 那请问一下我们平常就拍不到 你根本跟他扮飞 请问一下你怎么可能会拍不到 你有没有电站夹舱 根本就没有差别好不好 你拿手机都可以拍 所以公布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如果说你今天是照到歼20 那厉害 对啊 对啊 如果你照到歼20或是歼35 那很厉害 那个表示他们的逆踪 对我们来讲完全被我们破解 那你人家根本也没在隐藏 就直接飞在你前面 那你把他拍下来请问一下 这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这什么意义 郭力雄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 现在就是人家在演习了 然后看起来赖星德 好像对这件事情不以为意 我听说赖星德跟顾力雄两个人 就只是视讯联络一下就算 对 他们是说他们不是实战演习 可是他说实战演习 不是实战演习 你就相信他吗 他突然之间变实战演习怎么办 他突然之间如果采取进攻怎么办 你们都不用严正以待吗 好像一副没事的样子 赖星德还跑到台南去投票去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们的总统对这种东西 这么掉以轻心 其实对台湾是非常非常危险 你把局势搞得这么紧张 然后自己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如果人家真的动手 请问一下你怎么解决 他在联合启瑞号这个 到底发生什么事 目前没人知道 看起来他应该是跟这个演习 完全无关了 但是是不是这样 没有人晓得 因为他距离演习地点很远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 要看他进一步公布的讯息 是什么才能够判断 至于说美菲去做这些演习 美国现在就是努力拉拢菲律宾 他一定要让菲律宾投注更多预算 其实就跟台湾一样 你要投注更多预算在国防 你要强化你的军队 可是菲律宾真的有办法 或是真的想去跟中国大陆打一仗吗 我看一点都不会 至于美国说什么WSA这个 什么滨海作战团 老讲他讲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话 他说要散步在各小岛 让你找不到我们的人 请问一下你要不要攻击 你不是说你带了飞弹跟雷达吗 你一攻击就被人家发现 除非你都不攻击 那你不攻击你躲在小岛楼干什么 我不知道 你在度假吗 出其不意的攻击 所以这很荒唐 所以我觉得都在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我都不知道这些媒体在报道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们到底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很像讲这么多各自在宣传站的影片释出 看得出来门道吗 那我们外行人看热闹 那还有这次所谓美军部队 好像有2500人 可以在初期的时候 万一台海发生冲突 保卫台海的安全 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符合现实状况的吗 5月25号的时候 拜登总统他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里头 他讲了说 他向来愿意以武力保护国家 盟友以及核心利益 但是航空母舰在哪里 我们台湾只要越说航空母舰好 航空母舰跑得越远 现在雷根号已经跑到 跑过关第二岛链了 那还有一艘 其实还有一艘 那罗斯福号 5月24号都已经演习要结束了 他才刚刚从新加坡 完成他的修整以及补给 离开新加坡 其实还有另外一艘 另外一艘也就是 美利坚级的这一个两栖攻击舰 从来没有出来过 在佐世保从来就没有出来过 所以真的有说 他们真的了解解放军在做什么吗 我之前讲过说演习 大家都只讲集结 就是多了什么 我们有没有想过少了什么 上一次我讲的也就是说 少我们看航行警告的时候 他们从5月20号之后 就没有航行警告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在做演习 也就是他一把演习 通通给站 不是 他把他流露的训练 通通暂停下来 准备演习 我现在拿我们国防部的资料 如果我们看到 我们台湾国防部的资料 从5月19号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还有共击的六架次 然后还有共建的七架次 可是我们到了5月20号的时候 只有军舰了 那但是21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不但有军舰 还有海警船出现 5月22号也是如此 那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说解放军实际上来讲 就是他从20号 一听到赖庆德的演讲之后 他就把这一些 他平常现在应该要做的 也就是编队的演练 通通停下来 准备做演习 那这一个叫做什么 这个我以前谈过 叫做冷启动 冷启动也就是 他其实在抽策他的部队 同时他也抽策我们台湾的部队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得知说 实际上来讲 他一宣布演习的时候 我们的海军的舰艇 空军的战机 要有多久 才可以到达部位 好 那刚刚大家一直在讲 说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确是被F-16拍下来的 可是大家都一直说 这个是歼-16 这不是歼-16 这是歼-16D 它是电战机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上面有突出 在他的背部 有突出来一块 在腹部有突出来一块 这个就是电战机 我们可以从他的翼肩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翼膀 他这边 那个背部也是突起来一块 肌腹也是突起来一块 证明了是一模一样的 结果我们现在来看 什么叫做大内宣 这个大内宣 我们来看自由时报是怎么写的 自由时报写叫做 轻轻松松跟肩成功 然后他讲说 轰6以及歼-16 共机浑然味觉 这个就是标标准准的 军盲写法 为什么 因为红外线的这一个 我们称之为叫做追踪系统 它本来就是被动接收你 对方战机所溢出的红外线 本来对方就不会知道 那同样的 我只想请问一件事情 我们的F16接近 这一架电战机的时候 我们泄露了什么样的电池 参数的资料 国防部有想到过吗 这很像是跟骚法符合的项目之一 不好笑 欢迎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的F16接近